我很期待弟弟的一包啊 我想逛夜市穿這樣看看 各位觀眾 哪個態度 嗨大家好 我是安妮 這次我要幹嘛的弟弟 大家看到我的臉想說 我一定又在幹嘛 今天有一個重大任務 參加L的大改造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一個小小的願望 就是可以參加台北的時裝裝 因為我本身是姊姊們的服裝顧問 對 那自己也是還蠻想要被改造的 那我們就歡迎今天要幫你改造的造型師團隊 Yeah 姊姊 就愛根本是Tommy 來救你了 話不說我們先把你臉上這個 來來來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不是裝裝起來要補臉 對 先補救一下我的這皮 等一下 這是你平常的衣服 我平常就是穿這樣 就我平常比較素啦 就是都穿黑色拳 黑文的衣服 我覺得它平常其實已經蠻潮 而且你又不解決了時尚部門對不對 其實它是有一個時尚魂跟潮流魂 但是今天找到我們 我們是真的可以直接把你帶到時尚 有 交給你們 我很放心 就是把你的那個潮流魂放大約你的夢 非常期待 好 那我們二話不說 立刻 改造開始 會想要可能緊身一點的造型 韓風那一種 因為畢竟本人不太適合穿太緊身 因為肚子有點大 所以喜歡穿一些超級尺寸來遮一些肥肉 呵呵呵 你平常臉會保養嗎 我本人是還蠻懶的 所以我的保養方式就是 洗面爐跟保濕水 就這樣子 就是趁現在你青椒的蛋白就對了 對啊 因為畢竟才26歲 因為我覺得畢竟一直都是用一個 騎瀏海 然後我覺得我這一次 想要讓他的臉型看起來更立體 而且你現在已經瘦下來 脫了你自己的家 已經對 已經對 現在已經開始了 這一次改造的主題呢 是時裝周 所以我這一次幫他準備的是 台北時裝周最夯的一個 台灣設計師品牌叫做Sketsong 因為畢竟的身形呢 是比較偏圓潤一點 所以就是用這種多層次的衣服去搭配的話 是可以修飾身形 我跟你說時裝周呢 就是要Gay By 所以一定要選擇這種大外套 披在身上 然後是也不要穿好 就是走路就有風的感覺 所以外面就這樣子 就三層 三個層次的感覺 最重要的時裝周小女 一定要有Gay By的墨鏡 就是要有一個很時尚的墨鏡 然後到秀場之後就要拿下來 嗨 我好期待喔 就這裡了對不對 大家好 我們是 欸你就知道要幹嘛 我是姊姊Ariel 我是Many Sean 然後今天弟弟就是來 在Ariel這邊改造我們超期待 超級期待 因為自從去年被Ariel改造之後 我真的覺得自己level up 自己講 所以我很期待弟弟level up 我可以相信Ariel該做的都做了 對 除了身高真的沒有辦法改變 準備喔 5 4 3 2 бいい 在你弄命嗎 你剛剛弟弟長超像的 一秒嚇到 所以我想說有變嗎 來 3 2 1 Oh my God 好丟臭 好丟臭 這弄命嗎 這種多層次的就是他最愛的 對 水就是像那種圓潤型的這種多層次 就感覺是比較瘦的感覺 這裡要說你是圓潤系的 我聽說 而且自己一個人默默說 家人離我好多 我跟他們沒有特輔入 你們特輔入了 抱歉我們太不速了 所以我就歪了 快點 GO 有 你們是一套的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不自覺的臉就會這樣 臭臭 好好看 歪了 這樣 歪了 我非常喜歡 就感覺很像我平常會穿的風格 尤其是它裡面這個背心跟褲子 我還滿想逛夜市穿這樣看看的 應該會有滿多路也會對我的神經病 NECOVER改造型化大成功 各位觀眾 那個態度 終於穿這套花圃 在這邊走路了 我們第二套幫你搭配感覺就是 比較走休閒輕鬆一點 所以就像你走的時候 它就是選這種有垂坠感的衣服 就可以就是走路有風 今年很流行這種 但也有色系片 然後就是跟你衣服的顏色去做呼應 然後包包一樣要這樣 愛拿不拿 我們時尚人士就是只有小包而已 沒有大的包包 經過兩位大師的巧手 我覺得整個煥然一新的感覺 時尚這件事 它真的不是創造給一定要 譬如說很有錢的人 或是一定要很漂亮很帥 或是很瘦的人 只要你有自己的sense跟態度 一樣可以擁有時尚 妳可以來個笑的嗎 天啊 時尚的人都好假喔 天啊 時尚的人都好假喔 你來教過嗎? 欸